真正的圣诞 耶稣基督降生的事 在圣经中是这样记载的 在两千多年前 耶稣的母亲玛利亚 已经许配给约瑟 还没有迎娶 玛利亚就从圣灵怀了孕 她丈夫约瑟是个义人 不愿意当众羞辱她 想要暗地把她给修了 正考虑这些事的时候 忽然主的使者 在约瑟的梦中向她显现说 大魏的子孙约瑟 不要怕 把你的妻子玛利亚娶过来 因她所怀的孕 是从圣灵来的 她将要生一个儿子 你要给她起名叫耶稣 因她要将自己的百姓 从罪恶里救出来 这整件事的发生 是要应验 主借先知所说的话 必有童女怀孕生子 人要称她的名为 以玛内利 就是神与我们同在 约瑟醒过来 就遵照主的使者的吩咐 把妻子娶过来 但是没有和她同仿 在那些日子 罗马皇帝凯撒奥古斯都将旨 叫全国人民都登记户籍 众人必须各归各城 办理登记 约瑟也从加利利的 拿撒勒城上犹太去 到了大魏的城 名叫伯利恒 因为她是大魏家族的人 要和她所聘之妻 玛利亚一同登记户籍 那时玛利亚已经怀孕 他们在那里的时候 玛利亚的产妻到了 就生了投胎的儿子 用布包起来 放在马槽里 因为客店里没有地方 在伯利恒城的野外 有牧羊人 夜间值班看守羊群 有主的一个使者 站在他们旁边 主的荣光四面照着他们 玛利亚人就很惧怕 那天使对他们说 不要惧怕 看啊 因为我报给你们 大喜的信息 是关乎万民的 你今天在大魏的城里 为你们生了救主 就是主基督 你们要看见一个婴孩 包着布 卧在马槽里 那就是记号了 忽然有一大队天兵 同那天使赞美神说 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 在地上平安归于他 所喜悦的人 众天使离开他们 升天去了 牧羊人彼此说 我们往伯利恒城去 看看所成的事 就是主所告诉我们的 他们急忙去了 找到玛利亚和约瑟 还有那婴孩 卧在马槽里 他们看见 就把天使 论着孩子的话传开来 听见的人都诧异 牧羊人对他们所说的话 耶稣降生在伯利恒之后 有几个博学之士 从东方来 跟随在东方所看见的 那颗星在前面引领他们 一直寻到小孩子 所在的地方 上面就停住了 他们非常欢喜 进了房子 看见小孩子耶稣和他母亲 玛利亚 就俯俯爱耶稣 揭开宝盒 拿出黄金 乳香 墨药 作为礼物 献给他 圣诞节 显明了上帝的爱和行动 因为神爱世人 甚至将他独一的儿子 赐给他们 叫一切信他的 不致灭亡 反得永生 亲爱的朋友 愿你今天就打开心门 接受耶稣基督 为最好的圣诞礼物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出意买党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